今天我们来聊聊唐朝一名著名的将领 他的性命竟然是被一名快要行刑的犯人也救了 真是个大乌龙 隋朝末年 隋阳帝残暴不仁 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各路反王纷纷举兵造反 当时的李渊就在暗中谋化造反事宜 当时身为隋朝官员的李靖就准备去给隋阳帝扬广报信 李渊虽然早已做好准备 但是还是让李靖化成囚犯给逃出去通风报信了 但是李靖通风报信后发现很多军阀起义 观众大乱 即使告密只不过是增加皇帝的烦恼 李渊最终成功攻陷了长安城 李靖就成了阶下囚 被拉去砍头之际 大声指责李渊父子不应该斩杀李靖这样的意识 最后在李世民的力保下 成为了秦王李世民的幕僚 说到李靖 大家想到的都是拖塔李天王 但是这只是神话里的李靖 真实的李靖生活在官宦之家 更是著名将领韩清虎的外甥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 李靖不仅长得仪表堂堂 更是文武双全 效忠唐朝之后的李靖 不仅对内平定战乱暴动 打的那些军阀们不敢再犯 更重要的是在对外扩张上面 李靖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最有名的当属于东突绝和土骨魂 两个民族都是游牧民族 战斗力十分强大 但就是这么两个名风彪悍的国家 被李靖的军队所征服 再也不敢进犯唐朝的边境 保鞭近几十年的平稳安定 如果说功成名就是一个人一生所追求的 那不能做到极流永退的人 确实很少 李靖算是一个 功成名就的他选择隐退 不仅被列为林安阁的功臣之一 更是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名将 可见是多么的厉害 六四九年 李靖并入高荒无法医治的时候 李世民还赐给了他可想太庙 位列武王尊荣 随着李靖的名声越来越大 很多寺庙里的祭祀香火很旺盛 李靖变成哪吒传奇和风神演艺 以厉害的神话人物 也就不足为奇了